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众多艺术家悉数登场 这部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倡议并领导创作 排演 凝结了三千多位文艺工作者心血的史诗剧作 连演树场 盛况空前 东方红中的一曲赞歌 让胡松华名扬四汗 如今 胡松华已年过九旬 回望其艺术之路 他说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央访问团 西南二分团的云南之行 对当时年仅二十岁的他而言 是改造 是锤炼 是洗礼 云南是他艺术创作的摇篮 新中国成立前 西藏地方当局中的分裂主义分子 企图趁国民党政权父王之计将西藏从祖国大家庭分裂出去 而一些帝国主义国家蠢蠢欲动 也想染指中国西南疆土 新的政权府一建立 党中央和毛主席即做出解放西藏的战略决策 和解放军大部队相配合的 是一支主要由文化工作者组成的文艺队 这支文艺队的正式名称是中央访问团 作为中央访问团 这支文艺队的正式名称是中央访问团 作为中央访问团 西南二分团中的艺员 风华正茂的胡松华 和后来成为著名歌唱家的郭书珍 众伟成为舞蹈家的张科 成为作家的李乔 邓友梅等 一起来到了让他们终身难忘的彩云之南 胡松华 1930年12月13日生于北京 满足 歌唱艺术家 辞曲作家 他的歌声在中国整整影响了几代人 被誉为我们自己的歌唱家 来到访问团之前 我是从华北大学第三文艺工作团 响应总理的号召调到访问团 我有幸分到云南分团 我觉得这非常庆幸 因为一共56个民族咱们祖国 云南本省加上汉族就26个民族 领导人给我们做了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讲话 第核心的东西就是没有平等就没有民族团结 一定要讲平等讲团结 同时给我们每个人发了民族工作手册 每个民族尊重什么 反对什么 讨厌什么 忌讳什么 我们都把它背下来 烂背于心 11个专区 我们走了9个专区 我们比其他两个地区多待了100天 一敲了打鼓 一唱歌 跳舞 老百姓就出来了 走出了森林 走出了访问团的领导 讲话 讲话同时就发礼物 礼品里边 那么有贵重的礼品 那就是中央领导人 像毛泽东主席 中总理 总理等等 他们的亲笔 提词 然后还有发绸缎 纺织品 乃至盐巴 这一听 大家会奇怪 咱们把盐巴也当成贵重的礼品 因为西南 咱们云南 尤其是多民族地区 很多民族缺盐巴 就说明很细致 这样呢 我们一敲了打鼓 然后一演出 然后他们就讲话 就履行那个慰问的 传达党中央 这个毛主席的 平等团结的民族政策等等 然后大家不要有顾虑 大家能亲如兄弟 对历史上长期饱受压迫的 民族同胞来说 中央访问团 为他们铺开了一幅崭新的生活画卷 平等 团结 民主 富强的政治主张与践行 让他们成为这片土地上真正的主人 丽江给我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印象最深的是多民族的秀奇 多文字的 欢迎中央 访问团 然后就是骑兵的表演 是叫藏族骑兵队 队长是苏达尼玛 他是拖着轻机枪 跟表演 然后我看中了他之后呢 我就 我想给你画个像 他不是那种 哎呀 不不 好啊 好 怎么画法 我说您就往这一坐 休息休息 我有个要求 在我画的事 您能教我 至少两首三歌 行不行 那 他答应了 哎 结果他呢 为了 让我画的好 他嘴不张得太大 他也不加任何动作 我说就这样挺好 所以我这给他画的时候 他就 杵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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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到一个地方 访问团就要举行 通宵达旦的联欢晚会 为了见见党中央 和毛主席派来的人 很多民族同胞 从几十里外赶来 几万人围着篝火 在多种民族乐器的伴奏下 唱歌跳舞 从舞台到大地 年轻聪贵的胡松华发现 到什么山就唱什么歌 才是实现艺术 为人民服务的不二法门 1950年11月 胡松华和访问团其他成员来到中殿 经香格里拉市 他们在开展民族团结慰问演出之余 还积极拜访吐司 投人 喇嘛代表等当地有影响力的人物 这样的工作成效卓著 那些世代为仇的藏族投人 胡思居然可以一起坐下来 共同签署一份 人类民族关系史上值得记录的 团结爱国公约 历史要团结在五星红旗下 永远跟党走 跟毛主席走 这样的芳华岁月 永生难忘 在中殿期间 胡松华与藏族群众同吃同住 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这也为他日后的艺术生涯 开启了广阔天地 然后我们到了中殿 正好是沿着贺龙将军 领导的红二军进驻中殿 我们到了中殿爬一个大雪山 王连芳团长 拜领着我们大家 纪念追导 开一个追导会 就当年红二军过空心树 这个地方 汉门叫空心树 这个地方 被埋伏在那里的 反动的 这个 藏民族的上层的一些武装 袭击了 牺牲了不少人 我们在那开了一个追导会 这个追导 主要听的是王团长的讲话 我们怎么样能够通过纪念 缅怀这些红二军的将领们在这牺牲 用他们的遗志 我们爬比他们更高的山 那么我们就排练了一个活包剧 叫亲兄弟 我记得当时我就演了那个 不太明白政策的那个藏族的青年 在丹巴 就是两个人从 比较不太了解 变成亲兄弟这个过程 那我呢就体验了就是那个宋千龙他们附近的一个青年 连他怎么走路 穿什么 全是他的衣裳 那个短腔也是他的 演完了那个亲兄弟呢 大家觉得真真有点亲兄弟的味道了 连连喇嘛都知道 哥哥吃饭了 哥哥别睡觉了 这喇嘛能听懂这么几句 就说明喇嘛也接受了我们太区的一些新鲜节目 那个亲兄弟的反应啊 就是这样的 马踏云海 狭鹿行 金沙千丈 半歌声 水壶装酒 撞雪性 胡帽长靴 乐四童 什么四童 童吃童住童劳动童歌舞 神秘而多彩又多情的 红土地 咱们云南 这是我的摇篮的摇篮 胡松华和他所在的中央访问团西南二分团 除中变脉 还一路走过楚雄 大理 丽江 德宏 红河 文山等九个专区 四十二个县 历时十个月 行程近两万公里 新中国刚刚成立 百废大心 党中央就派出如此大规模的访问团到西南地区开展访问工作 可谓盛况空前 西藏和平解放 从此西藏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藏族同胞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 在祖国大家庭里走上了团结进步发展的康庄大道 沧桑七十载 西藏月千年 这个离太阳最近的地方 同时也是党中央最为牵挂的地方 已经并还将继续创造着人间奇迹 如今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新西藏 正吟唱着赞歌 阔步走向世界的舞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